明朝年前,浦阳湖常遭睡患,先情不断。 一日,观音菩萨云游到此,看到此处洪水汹涌,即将决堤,便慈悲下凡,帮助此地百姓度过灾难。 菩萨化身为一位老翁,来到训押,击鼓宝观。 唐下何人? 小老儿乃一渔翁,预知三日后,颇阳湖必将决堤,洪灾泛滥,生灵涂炭,特来禀报大人,赶紧预防救度百姓。 打来的刁民,谣言惑众,给我轰出去。 仙太爷坚持个穷酸老头,便让牙医把他轰出了衙门。 哎哟,这时,有个叫汪典的书生刚好路过,连忙扶起菩萨。 老人家,您没事吧? 菩萨心想,这书生倒是好人,不如就让他行这次功德,救百姓于危难。 年轻人,死地三日之后,必有大水患,仙太爷不管,你可愿管。 读书人,当你造福苍身为己任。 老人家,我能做什么? 三日后,你将百姓引至渡口的船上,自会知晓。 说完,菩萨消失不见了。 阴雨天气一直延续,洪水越来越大,万千百姓无处可去,哀嚎声一片。 到了第三天,洪水已经淹到了房屋。 危难之中,汪典按照三日前老者说的,急忙打夺召集乡亲。 乡亲们,快跟着我走。 汪典带领大家来到渡口,果然看见一艘大船停在岸边,渡口的水位上涨了数丈。 但这船就像钉在水上一样,纹丝不动。 汪典将乡亲们带到船上,洪水越涨越高,乡亲们都哭闹不止。 这可如何是好啊,我们的家没了。 大家不要怕,只要我们待在船上,就不会有事。 这时,湖中心闪现一道耀眼的金光。 观音菩萨呈一片连夜浮于水上,向什么飘来。 菩萨从镜瓶中取出杨柳汁洒向洪水。 风浪立马停止,洪水退去,百姓们这才反应过来,纷纷倒地跪拜。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啊。 感恩拿摩观世音菩萨。 感恩拿摩观世音菩萨。 此次水患皆因尔等心中善念不足而起,尔等需诚心忏悔,行善积德,解杀放生,归依三宝。 日后,方能逢凶化吉,遇难成祥。 光连,你心系百姓,日后必有福报。 说完,菩萨便消失于茫茫湖面,只留下一片连夜。 洪水退后,当地百姓到处宣扬菩萨救度的故事,并捐款在湖中心建了一座观音堡,供奉菩萨乘坐连夜消除水患时的法相。 当地人纷纷契恶从善,放生拜佛。 此次水灾惊动的朝廷,县令被罢免,汪连两年后参加科考一局靠近电视,高中探花,一景还乡。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,被人们称为一夜观音。